這個在香港的民調裏面 只有一個團體是追到林鄭的 民望等於零的就是警察 難興難帝 其實在過去的抗爭運動裏面 政府已經對不同的 受到社會尊重的行業 或是專業打壓 醫護、社工 他打壓的時候 誰去做見證呢? 當然是記者 他在那裡的時候 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記錄下他們看到的東西 這個就等於是人的眼睛 以及耳目 好了 現在警察一個 靈認受的機構 去選誰去看著他做什麼 即是說 他是會令到香港的市民看不到東西 黑了 我想說的 721831 1111 你數都數不到 很多片 就是 是由那些傳媒 當然包括主流傳媒 但是 現在 警察主要打擊的民間的傳媒 是公不可沒 是公不可沒 好了 現在結論是什麼呢? 我再說一次 就是一個 在國際社會裡面 屢次遭到譴責 利用警察的殘暴 去鎮壓香港人 然後又叫回 這一幫兇手 去根據 所謂新聞 政府新聞署的規定 是將那些 抓到他們 向全世界 揭露這個 共產黨和警察暴力的 網媒 和媒體 是要他們收聲 喂 零了 沒有負分跌的 沒有成本 各位 如果 警察可以說 誰是記者 即是說警察可以 掩住香港人的眼睛 掩住香港人的耳朵 很簡單 一個兇手 去選 哪一個去查他的單案 笑不笑死人 聽不聽到 一隻老鼠 去選哪隻貓 抓他 浪費時間 你不要以為 跌到零 沒有成本 就可以繼續踩下去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記者協會 或者是攝影師協會 應該 責無澎湯 出來 去做司法覆核 維護所有香港人的知情權 捍衛香港 已經被佔踏到差不多沒有的 新聞自由 不停 在這裡 你不停 在這裡 行 有